在文藝方面是個天才 趙紫謙是 明晴壯和流派印章當中 非常有代表性的 有風格的一位 而且啟發了很多人 包括像齊白石的這種單刀法 就是通過趙紫謙定位的一方印 來受啟發 這方印章是比較多字的一個白文印了 是可給他的朋友這個 魏加森的 他的印譜就是魏加森幫他來編的 好像一個重要的藏家 幫他來編的 所以他曾經在印譜裡 還是哪兒提到什麼佳神多事啊 很溫和 很溫很溫情的 這方印章是 我再放大一點最好 來 再放大一點 你看九個字是吧 基本的 我們現在還是按這個 我們的方式來欣賞 三個標準 先看氣息 氣息不過就不要看了 像楚兒一樣就不要看了 先看氣息 先過第一關 第一關 格調氣息 是的 也是很舒服很高雅的 你看起來很舒服的東西 就不會太熟 是吧 對 熟的東西有的時候你感覺是什麼 現在什麼叫膩的 是吧 是的 甚至噁心的 是的 這個你看起來就很舒服 那高雅的一方印章 所以格調氣息我們過了 這很重要的啊 實際上很輕鬆的過了 剩下就技法方面 還是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可以看章法方面 對 字法 章法 章法 而且它的章法處理啊 你看這個 和字 和就是右邊上屬第二字和字 和左邊這個第二個是隻字 這兩個字啊它留了很多空 是的 和字下面它留了那麼多 那麼漢印很少這種處理 漢印會把那口一直拉來拉齊 是的 這個字這兒它也不會 兩邊留那麼多紅 它也會把它伸開 左右鋪牌 對 然後它的紅呢 漢人一般在處理這個字的時候 漢人處理的時候呢 不會留在兩邊 是留在中間 就把四礦它要是給它佔有 是的 還有上面是人字 這個呢 上面那兩行也是留那麼多紅 所以這方印章啊 當我們在欣賞的時候 有幾塊紅特別的跳出來 它是一方白紋印 那麼紅跳出來了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也是後來 包括無常做的有些印章 包括齊白石的印章 從中吸收的部分 就是紅白對比強烈 產生很好的第一觀感 就是衝擊力 所以你看這方印章很平和 可是很有衝擊力 很跳 非常符合現在的審美 在展廳當中這樣的作品 就一下跳出來了 那麼這是章法 而且這些字看起來也很舒服 很協調 章法很好 那就剩下我們再看 另外兩個技法的層面 就是這個字法 這幾個字 那麼趙世謙是用小鑽的 但是呢 它還進行了就是漢印化 就是謀印化 謀鑽的方式 而呢又不完全像漢人這樣的 你像位字 這就是漢人的這種做法 那麼這字字就不是了 這個和字也不是 當然那是結構 也不是完全這麼處理 印字 雖然它這種變得是漢印的 謀印的這種變法 因為印的大家知道 小鑽不是這樣寫的 是吧 它把挪樣了 把左奔部分挪到上面去了 但是它又留了那麼多的紅 就是它的字法和漢人 從那兒來又變了 變了什麼呢 把小鑽有些的用筆結字的方法 進行了融合 那麼這些東西就是清代以來 以鄧時儒為起先的一種做法 就是以書入印 他把它中和起來 而且你看起來又很協調 這個字法 髒法 都是趙之謙自己的 剩下一個就是刀法 趙之謙這方印章是石頭的 那麼元代之後明清以來 大家用石頭來刻印 用刀 這個時候我們看他這個印章 趙之謙這方印章呢 金石器並不是那麼顯著 筆墨情趣也不是那麼顯著 但是這方印章 因為我們看的是印刀了 如果大家去看趙之謙元印的話 你發現它裡邊會表現出 那種刀和石之間產生的 這種碰撞 也就是刀法能夠感受到 趙之謙的用刀 刀法 所以這就是明清元代以來 明清人 撰柯家 在作品當中體現出了這個 刀的情趣 這也是他自己的 但是它是很柔和的 不像我們今天的撰柯家 刀法表現的 像齊白日篇特別強烈 它很含和 所以這個章法 字法和刀法都很好 一看 這就是他自己的 這就是一方好印章 那麼這裡我再說一點 就是這個時候我們要談風格 你能夠留到歷史上 要有自己的風格 好吧 趙之謙這方印章是 我們一看和前人完全不一樣 那麼是自己的 在技法當中的章法 字法和刀法 核心是字法 他的字法 就是撰法是自己的 你只要有了自己的字法 有了自己的撰法 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風格 和別人不一樣 在歷史上很重要 這是第一重要 就是字法 是撰柯技術層面的核心 那麼有了這個還不行 你最後刀法跟不上 刻出來像木頭鼠兒一樣 沒有金字器和筆墨情趣 那麼你還不能成為 撰柯作品 所以刀法也是撰柯技術當中 最重要的 最為能夠圖出自己風格個性 決定撰柯水平高低的一個特質 大家聽明白了嗎 漢映 剛才是劉派映 趙之謙的這個風格 給大家做了一個相應的分析 在氣息之上三個標準 重新請張老師又給大家梳理了一遍 大家現在會看映章了嗎 老師講得太好了 聽明白領悟需要很久